一條又一條塑膠管子 迅速穿越紅繩 考驗默契和敏銳度 花蓮茨基醫學中心 響應世界巴金森症 深入社區 讓民眾認識巴金森實症 巴金森實症的症狀 與中風或失智雷同 常常會讓民眾誤會 因此醫護人員也藉此 向長者宣導正確觀念 花蓮茨基醫學中心 在巴金森治療方面 也有相當成就 2003年以來 已經為1000多位 巴金森病友 完成評估治療 結合藥物 手術和復健 以及社工輔導 等全方位照顧 希望改善巴金森患者的 生活品質 大愛新闻 珍珊美之工范吕昭 華蓮報導